先把這上面的名,因為我給各位的檔案好像這個上面的名稱不正確 所以各位請參考雲端硬碟上面的這個畫面 把這六個欄位的名稱改過 改過之後的話呢,再去設計表單,那表單部分的話呢,我看大部分同學 可能還是不太熟這個設計的介面啦,所以還在摸索到,不過重點就是這個我想名稱一定要給正確 好,那這個上面名稱要對應到 那基本上就還OK 那再來就程式撰寫,這個地方button點兩下,把程式寫進來 這個畫面我有放在那個雲端的那個白板上面,各位參考 然後呢,清除部分的話呢 這個 再點兩下這邊 其實你可以點兩下 有沒有 這個就清除 所以 這兩個部分程式寫完之後 最後呢就是怎麼樣呢 去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這個module裡面,如果空的話就自行建立 裡面的話就是怎麼樣,要把它秀出來 那秀出來特別就是這個home點秀 那這個home的名稱記得要對應到這個表單名稱 他預設是 這個預設的名稱是叫做那個 User Phone 1 所以如果你忘了改的話,不然你就叫User Phone 1也是一樣可以 點秀就可以 那隱藏它很簡單啦 其實對應到有沒有 它有個秀的話呢,就有個點什麼 點hi 秀就是秀出來 那如果你要關閉的話,你就是 home點hi 再加一個button 就可以 顯示個隱藏嘛 反正這就一樣的 對應到的 就是秀出來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秀出來之後的話呢 你再去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button給他 就是畫面上面你可以建一個任意的表單給他 然後我們到時候 當這個 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建一個 button給他 然後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就跳出來了 那關閉其實一般會從這邊插插關閉啦 因為你 你要關閉的話你沒辦法 在外面 因為你跳出來之後你會發現你點不到後面 你只能點裡面 或者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裡面增加一個按鈕 就是什麼 關閉也可以啦 按下去就是 home.hi 這個表單就關閉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 相關的資料輸入之後的話 按開始計算 資料都可以 把這個資料 把它填到我們要指定的位置上面去 按開始計算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重新輸入 資料就可以填到這邊來 填到這邊來 當然 我們程式的撰寫 當然你還可以再加入一個所謂的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不過 因為我看一下 今天的時間 後面還有一個sample 恐怕 沒有那麼多時間 因為 真的很想要多 根本